安大略省科学咨询组主任流行病专家彼得朱尼博士称 安省已经进入第六波疫情中 魁省临时首席医疗官布瓦洛医生也举行记者会提醒民众 在确诊个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保持谨慎 因为该省可能在更具传染性的奥米克荣亚变种的驱动下出现第六波疫情 安省政府网站29日通报 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1610人 目前有790名新冠患者住院 其中包括165名重症监护患者 与一周前的639人相比人数显著增加 由于获得PCR检测的机会有限 安省的感染者确切数量仍然是难以确定 安省新冠顾问组根据废水监测数据分析认为 全省各区域的病毒传播率都在上升 平均每10天就会翻倍 推测安省目前每天有3万至3万5千例新增确诊病例 朱尼博士将本地感染的上升 归咎于福特政府最近放松了防疫限制 安省于3月21日正式取消了大部分地区强制戴口罩的规定 并计划于4月27日取消其余限制措施 沃泰华医院的发言人没有向媒体提供数据 单期证实说 最近几周内 医护人员因确诊感染或曾接触过确诊患者 而在家隔离的人数有所增加 多伦多急症市医生拉古维努·戈帕尔说 安省各地多家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医护人员接受新冠检测病毒后 呈阳性的人数在近期明显增多 多伦多大学感染控制流行病专家弗内斯认为 这是社区传播的迹象 他也认为确诊病例在安省增加是在预料之中 因为新冠病毒的限制措施已经被取消 虽然医院在整个疫情期间 已就医护人员感染建立了强有力的应变计划 但他敦促人们继续谨慎行事 从而防止另一波疫情的爆发 并且给医疗系统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截至发稿时 安省累计感染人数达1159,470人 染疫总死亡数达到12,427人 住院患者累计778人 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维持在165人 需要使用呼吸机的患者目前为94人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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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